公開女子組3000公尺障礙決賽 全國紀錄保持人陳昭俊未免成功 繼昨日1500公尺奪金後 雖然身體狀況有些許疲憊 但她仍以10分42秒50的成績順利奪金 也破了自己所創的大會紀錄 今天天氣有點熱 然後自己的情緒和心理都沒有調出過來 就是所以沒有辦法達到就是 一開始的期望 就是自己對自己的期許 是沒有辦法好好地專注地去算那些秒數 就是心裡想要一個秒數會出現很多的秒數 就會不知道要怎麼去算 就是導致自己配數也沒有辦法算好 趙俊表示近日天氣炎熱 狀況上多少受到影響 在配數時無法專心算秒 身為全國紀錄保持人的壓力 心情上也有負擔 近日無法突破自己的最佳成績 我覺得她現在就像以前 就是剛進升大學的我一樣 就是有很多的誘惑跟外界的影響 所以導致沒辦法自己好好專注在訓練上面 所以就是她今天這樣表現 其實算就是也比以前好了啦 就是也希望她在明年可以就是 恢復她的標準 就是更突破自己 如果就是奧運標準 就是台灣奧運一直沒有變的話 我希望我可以打奧運 再三千仗就快 對 當然進入奧運 趙俊雖未達到四大運標準 但她並不氣餒 她將自己的目標定在奧運 也期許能和學妹李婷瑜彼此砥礼 一起站上國際舞台 記者馬坤源 林文藝 鄭雅雲 宜蘭報導